車主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安東尼 在我身旁的這台是第四代全新大改款的 2019年Hyundai的Santa Fe 先為大家解釋一下 過去第三代的Santa Fe 有分五人座的短軸版本 跟七人座的長軸版本 在新的2019年之後的Santa Fe 只會維持五人座的版本 原本七人座的車款 Hyundai會另外在明年推出 尺寸稍微比較大 更適合七人座一起出遊的全尺寸的SUV 在競爭對手的部分 Hyundai Santa Fe 定位稍微比較獨特一點點 因為在Hyundai全車系的SUV 車款裡面 還有一個稍微低一點的 Tosan這個入門的小型SUV 那Tosan的競爭對手就是我們大家 所熟悉的Honda的CRV Nissan的ROG 或者是Toyota的RAV4 那如果你多貼這個大概 三到四千塊左右美金 其實你就可以進階到 Santa Fe 也就是比Tosan還要高一個等級的車款 那同時雖然也一樣是五圍尺 五人座的車配置 但是車身的尺寸 跟車室的空間都會大很多 我們看到新款的Santa Fe的外觀 在大看之下真的會讓人家誤以為 它是一個稍微比較大的 全尺寸的七人座的SUV 那尤其是配上我們今天白色的車款 顏色的話呢 其實看起來真的是非常非常霸氣 那從車頭部分來看 其實這樣的車頭造型不難想到 之前大概半年一年前 Hyundai才推出的微型的小型 Crossover Hyundai的Kona其實有一樣的這種車頭造型 在這個頭燈的部分 其實它最上層這邊 僅置入配置的 這個是LED的日行燈 那如果我們一般所熟悉的 包括這是遠近光燈還有方向燈 其實都是安置在這個保桿的裡面 霧燈則是在這個保桿的最下緣 所以在車頭看上去 其實這台車子光是在車頭燈的造型上面 就非常具侵略性 那我們看到車側呢 稍微頂級的車款是配置了這個19吋的鋼圈 那如果是入門的話呢 則是這個17吋的鋼圈 然後呢我們可以看到 在旁邊呢 一樣跟這個許多 Hyundai的車款一樣 配置了許多這個鍍鉻的飾條 所以包括窗框 包括的門下面的護板呢 全部都是用這個鍍鉻飾條來搭配 那我們今天一樣 稍微比較頂級的車款 連門把上面都會有這個霧營的飾條 跟這個霧營的那個 行李架的配置 接著我們看到車尾呢 上面這個整合式的尾翼呢 是全車系的標準配備 那在尾燈的部分 是這台車最特殊的地方 頂級的車款頭尾燈 都是使用LED的這個光源 但是在這個尾燈的部分呢 它用一種類似 有點比較3D立體的這種造型呢 所以呢 一般人看到這個尾燈的時候 他會多花一點點心思去看一下 這個裡面的這個 呈列的方式是怎麼樣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看到這台車 其實可以研究 稍微研究一下它這個LED 其實第一次看到這樣的配置蠻特別的 但是呢 傳統一般的這個方向燈跟倒車燈呢 並沒有整合在這個LED的尾燈裡面 而是 一致在下方後保感的部分 那這樣其實跟前面的那個 頭燈的那個方向燈呢 其實互相的呼應 都一樣是在這個保感的位置上面 我們坐進車室呢 其實這台車的內裝 整體表現真的是非常好 以這個2萬6起跳 這個幾具的車款來講 其實能有這樣子的內裝SUV空間 雖然它不是騎人座 但是 大家坐起來 就算坐四個人 坐五個人坐起來 其實還是空間非常大 舉例來說 這台車子 今天這台車子是因為頂級的車款 所以有配置了全景的天窗 那一般來講 像是在OC車上面 如果配置了全景天窗 你的頭部空間 必定會有這個犧牲 不過 我今天以我這個183公分的身材 坐進來 身材背裡面 把椅子呢 調到我這個正常的架子姿勢 基本上就是 椅墊是最低的部分 我離這個全景天窗的 這個 碰到的距離 至少還有一個拳頭以上 所以 並沒有任何的這個壓迫感 那另外一點就是 車內的這個 內裝的質感來講 其實 我發現呢 最對次在這個新的史達費的 內裝造型設計上面 其實 花了蠻多的心思 尤其是 譬如說它附下史座前面呢 它還不斷是 有這個 比較多一點層次的 立體的造型 中間還內建了一個 可以放置一個 小東西的這個 置物盒 那 算是蠻巧思的 然後中間的這個 資訊墓呢 頂級車款是8吋 那普通的車款也有7吋 那裡面的這個介面 就跟所有的 Hyundai跟KEA一樣的這個介面 所以其實用一用就很容易上手 那我們今天的一樣 Ultimate的車款呢 冷熱的這個通風椅 還有熱的這個方向盤 電熱的方向盤 全部都是在Ultimate上面的這個標準配備 接著呢我們坐進後座 你看前面已經調到我的正常的駕駛姿勢了 我離椅背還有超過一個拳頭的這個空間 所以非常非常寬敞 一樣全景天窗並沒有任何的壓迫感 這台車其實還不錯的 另外一個還不錯的地方 就是它的椅背的調整部分 其實可以做非常多段的這個調整 所以呢 不管是要做這個 攜帶這個後面行李的運用 或者是呢 就是為了長途旅程比較好的舒適性 其實它是在椅背的這個調整上面呢 一般的SUV真的很少看到一個調整角度 可以做一個這麼大 所以呢相信對這個長途駕駛 對這個長途乘坐的這個 後座的乘客來講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紓壓的方式 那這個後座的冷氣舒適後 也是一個標準配備 然後呢 全車有四個USB的充電插槽 那我現在上路來體驗一下 這個Snafe的這顆選配的2.0T的引擎 表現到底如何 第一個一上車如果不開音樂 只開冷氣 你會發現這台車其實 引擎的噪音其實傳進來 蠻明顯的 那雖然它不會讓你覺得很煩 可是呢 其實它的聲音音浪 並不是算是比較好聽或比較厚實的 所以你還是會注意得到 那另外一個就是這個2.0T的引擎 在扭力表現的部分呢 它有一個蠻明顯的Turbo Lab 所以在這個基本上3000轉之下呢 你都不會感覺到Turbo做動的感覺 那過了3000轉以後呢 不知道是這個變速箱的問題還是怎麼樣 它的扭力涌現的方式會讓你覺得有點突然 但是又不會很延續 在做結尾之前呢 我來為大家介紹一下這個車型的編程 入門的SE車款 起價在26500當中的配備 包括這個7吋的中央的資訊幕 還有Android Auto 跟這個Apple Cloud Pay 然後還有這個主動防護這個系統 包括自動跟車啊 車道維持 然後盲點偵測 等等等等 都在入門的車款就有搭配了 那它最後 它另外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呢 它利用盲點偵測的這個功能呢 新開發一個安全的配備 就是如果呢 你的左邊後方 比如說你的左邊後方有來車的話 你左邊後面的乘客要下車開門的時候 它會把門鎖住 所以也就是說盲點偵測如果有偵測到後方來車的話 不管是在左邊還是右邊 只要那邊有車子 後面的門就會鎖住 不讓後方的乘客出去 所以這樣會防止一些意外的發生 那到我們今天這個最頂級的Ultimate的車款的話呢 車價是在39,800 那其中當然包括了這個 四輪傳動的這個系統 還有這個2.0 Turbo這個引擎的搭載 都是在最頂級的車款上面可以出現 那在動力單元的話 我也是很快的為大家來介紹一下 如果我們車款的2.4呢 是自然進氣的引擎 提供185P的馬力 然後178P的扭力 搭配的是傳統巴速的自排變速箱 MPG的表現上面呢 四驅有22,高速29 那綜合油耗是25 那這是在前輪傳動的車款上面 那我們今天試駕的這個2.0 4缸的 Turbo 引擎 我剛才問大家講過 你在頂級的2個車款上面才能做這個選配 馬力是235 扭力是260磅 那一樣搭配傳統巴速的自排變速箱 MPG的部分呢 前輪傳動的車款是20、25跟22 也就是四驅20 然後高速25 然後中盒是22 在我們今天試駕四輪傳動車款上面 它是19、24跟21 我們這樣開了 連續開了三天下來 其實我覺得在MPG的部分其實還蠻準的 我這樣綜合開下來 包括市區跟高速 電腦上面顯示的是在20.2 所以跟這個21其實相差不了太遠 以這個26,000塊的入門的車款來講的話 其實省達費提供的東西是相當的多 主要包括這個主動安全的配置呢 其實就已經值回票價了 因為目前呢 還有很多車款車廠呢 在這個主動安全配置上面 是做一個選配 或者是一定要到頂級的這種 3萬多以上的頂級車款 或者是比較旗艦的車型才會搭載的配備 但是呢在省達費上面呢 這已經是一個標準配備 另外呢就是剛才提到的 一直強調的這個空間 以26,000的車架來講的話 同級競爭對手平台 沒有一台車可以提供如此這樣子的空間 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對空間有一點需求 然後對這些安全防護上面呢 其實都想要得到最新的 其實入門的審查費就可以滿足 你對這個安全與空間的要求 那我們今天試駕的頂級車款呢 另外還提供了 比如說像是全景天窗啦 加360度的環景啊 冷熱的通風儀啊 還有這個無線的QI的充電啊 當然就是更多這種比較科技 然後比較這種享受的配備 那以3萬9千塊的售價來講 我覺得稍微可能稍微偏高 尤其是再加上Overdrive跟2.0T 這樣搭配起來 價錢上面稍微偏高了一點點 可是呢 你回頭來看 其實 能同時提供這樣子所有配備的車款 不管是車廠還是車款來講 你放也放去 大概要這樣子提供這樣配備的車價 大概都是在3萬5到4萬左右 所以如果你今天喜歡這個 神難費的外觀 然後你喜歡它的 比如說原廠提供的這個保固呢 或者是呢 它這個 裡面所提供的這些 比較豪華比較科技的一些配備的話呢 那 其實神難費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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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